色、化学室、甲、乙、丙三种化合物 各化合物的木耳素浓度都是1 则各容医当中氯离子 它要能够解离的氯离子大小关系 那我们来看甲的地方 甲的化学室里面 其中这六个都是配位 所以它不会解离 那乙的化学室 氨有四个 所以有两个氯结合在里面 剩下来的一个氯在外面 这时候会解离出一个氯离子 丙的地方有五个氯 所以只需要再搭配一个氯 那剩下两个氯放外面 可以解离出来 那这样的条件是因为 氨是强配位机会优先 配位 那不足够6配位的时候 这边的孤都是正三价 均为6配位 所以当我们氨的配位数不够的时候 才会用氯离子去补 所以这边的氨三个不够 三个氯会全部补进去 那下面补的数量会有差别 所以产生的氯离子就跟着有区别 那答案选择C 至于